我們今星期繼續去中環Clubping 上星期來到中環這間藥店 Apothecary 今天有LH跟我們聊天 上次跟我們分享了很多年輕的創業家 很多人生哲學都領不到出來 LH在兩三年創業時 對著自己的菜單 因為他們的菜單 有很多人生不同階段 可否看看菜單 菜單是很有趣 因為這兩三年COVID做生意 我經歷過人生所有的高高低低 我真的不容易去經歷 雖然當年我自己創業時都經歷SARS 幸好沒有拿到我的名字 SARS這麼長 這次是幾年 可以看看菜單 我覺得很特別 可以給大家看看 雖然名字叫藥房 但我覺得可以令到你有很多不同的啟發 可以看完不同的配料 如果真的有些很迷失的顧客 通常去到酒吧 都會問自己今天應該喝甚麼 問你們的BARTENDER 因為BARTENDER第一租 會不會根據他的情況 看他的樣子 覺得應該喝甚麼 他的款式應該適合喝甚麼 你去介紹 你做訓練的時候 會給甚麼指示 你為你的BARTENDER 正常來說 我們去幫客人選擇飲 是不會用感情去做這件事 正常來說 譬如我和我的同事 我們不只是BARTENDER 可以幫人選擇飲 我們連Floor staff 都做這件事 我們去做這件事 我們一定會去行為 類似的面試 類似的模式 幫他診斷 其實有幾個問題一定要問 首先第一件事是 你平時喜歡甚麼味道 小姐先放蜜 你不喜歡甚麼味道 你對味道有敏感 你喜歡強勁一點 沒有那麼強勁 這些問題一定要問 大概問完這些問題之後 他就會自然去印象一杯飲品 是選擇甚麼給他 有些很好的記憶 他喜歡喝甚麼經典飲品 例如古時的飲品 HIGHBALL MARTINI 會令你有更好的想法 不過我很壞 通常有人問 你對甚麼有敏感 食物或飲品 我對不好吃或飲品 很敏感 我通常都會這樣回答 很多人都會這樣回答 但這令到 工作人員很難捉摸 很壞 LH的說法 應用在其他服務業 例如他一定要有交流 才可以有最佳產品 要找來給客人 如果遇上這些客人 不好飲和不好吃的食物 我就不喜歡 我就會癌症 你作為一個老闆 你會怎樣教你的工作人員應對 其實我們都有政策 關於這件事 我們跟工作人員說 你去幫一個客人選一杯飲品 如果他很難處理的話 很難處理 你必須要用盡你的能力去選一杯 你覺得他適合你的飲品 而你選完之後 你可以跟他說 不要緊 如果你不喜歡我幫你換另一杯 這樣你就會鋸 一定 就算來了一杯 你不喜歡的飲品 你也不會怪對方 我做了很多年人 我領略到一件事 當然有些餐廳是不好吃的 但其實很多餐廳不是不好吃 他不適合你口味 但他的甜度酸度 鹹度苦度 他可能是不適合你口味 他不適合你口味 所以有時候人大了 學會了這件事 所以例如說 酒吧 那杯飲品 他衝出來不喜歡 不是他做得不好 只是你那天的心情 你不喜歡喝那麼甜 我剛剛失戀 我不要那麼甜 我要酸一點 其實是看你自己的狀態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再上來 再領悟多些人生的道理 好嗎 現在來到第二杯 現在我們去到人生哪個階段 這個完全猜不到是什麼 這個是第五個階段 我們上星期試了第二階段 就是人愛 人愛就是be kind 今次這個呢 這個是understanding 要理解一下別人 青瓜和理心 這個青瓜和理心是怎樣 其實我告訴你 這杯飲品的名字叫Guyo Wals Guyo不知道大家知道什麼意思 Guyo是一些不太好的含意 類似一些偏偏偏偏偏的感覺 但在這個情況下 Guyo是用來形容一個比較 deceptive 隱藏的感覺 Wals是懷疑之 即是三部曲的舞 純粹大家都知道 別人跳Wals的時候 都很親密 所以是一個比較hidden 大家不用說任何東西 有少許含蓄 對 沒錯 為何會是這樣 其實這杯飲品有幾有趣的 首先第一樣東西 它裏面的ingredients裏面 有三樣東西是non-alcoholic 沒有酒精 對 有三樣東西是alcoholic 然後有三樣東西是綠色 它就形成了三組 即九粒龍珠粉 沒錯 即是各具特色的 沒錯 這杯飲品的味道會比較特別 不如這樣 LH 即是我 近幾個人讀書時 經常讓他考考 玩 喝這杯酒 告訴我 哪三樣東西是沒有酒精 三樣有酒精 三樣有酒精 三樣有青色 然後喝的時候 聞到甚麼 不如考一下 剛才有三個有酒精 三個沒有酒精 三個綠色 喝完後 咖啡酒很難猜 所以才考你 錢不用考你 為何你不考自己 我們先喝一杯 考了Rebecca 我是學生 你是老師 我也一直在學習 我想來就是去LH學 我猜甚麼都不用說 一定有青瓜 因為放了青瓜 沒理由九粒龍珠裡沒有青瓜 我猜了 超級難猜 這杯酒是比較難猜的 真的很難 因為味道很混合 我感覺到有很多青色的東西 在裡面 因為它有些 草莓的味道很厲害 有些草莓的感覺 青瓜是否一定有 青瓜嚴格來說是有的 不要緊 九粒龍珠裡 有沒有薄荷 沒有 沒有 有沒有青蘋果 沒有 沒有 很難猜 而且它也甜甜的 其實這杯飲品裡面 有一個挺有趣的東西 它裡面其實如果你論味道 數以五十幾六十種味道 因為它有一種 叫Sharthruise Sharthruise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這道菜是甚麼 因為這道菜是一個秘密 全世界只有兩個人知道 就是法國的兩個和尚 傳給大家聽 Sharthruise是 C-H-A-R-T-R-E-U-S-E 後來你再一次 C-H-A-R-T-R-E-U-S-E 是一種甚麼酒 Sharthruise Sharthruise是一種 很高酒精濃度 五十幾度 本身這酒 大家不知道有幾種味道 放在一起 可能這酒已經有四十種味道 像我們人愛那個 這個就是 含蓄那樣東西 我覺得是在其他的element 酒精感是比較多 除了是Sharthruise 會有Hendrix 一隻Gin 青瓜是Hendrix的味道 然後還有Fernet Hunter Fernet是一種 Bitter Liqueur Fernet裡面會有幾種 不同的味道 特別是這隻Fernet 會有Sage Cloth 和Lavender的味道 要串一下Fernet 給大家聽 Fernet是Fernet 學了三種不同的酒精 沒有酒精的三種呢 沒有酒精的三種會有 黑瓜 蝦蜜瓜 那個甜味可能就是蝦蜜瓜 這是Fresh Honeydew Mallet 然後會有馬邊草 Ferbena 然後還有一個 特別製造的 White Peach and Jasmine Soda White Peach and Jasmine Soda 所以很複雜 是很多東西 有三種綠色的 首先第一是Green Charchuice 因為Charchuice是綠色的 會有Cucumber 還有Mallet 好看 好看 所以是一個很 但結束 很不含蓄 這麼多東西放在一起 為何覺得是含蓄 其實這杯飲品是一個 雖然喝起來很簡單的飲品 但其實它裏面 比較複雜一點 味道 如果你真是 順便去想它 它是一個很 你一杯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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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身已經有很多東西 真的很多 所以我覺得 果汁感和酒精感 是大家不斷融合 為何會把冰全都放進去 是因為我想 讓它再 放進去 我想太大 因為酒精很厲害 我還要繼續和大家做 直播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味道 是會更加 不知的 我覺得是很新鮮 始終現在的天氣 喝一些比較冰凍的東西 我覺得很開心 另外我想看看 今天我們搭配 這個食物是甚麼 這是一個米薄 米薄 米薄 是薄米薄 也會有少許 檸檬 檸檬 有少許檸檬 旁邊會有一個 Brioche 的一個 包仔 讓你搭配 為何會選擇這個 最重要的是 因為這杯 很新鮮的飲料 又冷又新鮮的飲料 正常可以配一些辣的食物 你不會感覺太辣 然後有少許甜 可以中和這個味道 我第一次試吃 KIMCHI的米薄 很有趣 味道很豐富 這個米薄 也挺受歡迎 還有它有少許辣 不太強 但如果你覺得辣 喝回這個甜 是剛好平衡 可以 你們服用不同的飲品 你們用了不太多心機 去設計 還有你們都 將很多人生的哲學 放在你們的產品的時候 你想不想 顧客也會有些甚麼 回來給你 例如 你會問他們的意見 例如他們跟你說 有些地方我覺得 某些好些 即加多些酒會多些 或少些酒會多些 你是怎樣處理這些 那些客人給你的 Feedback 其實 怎樣說呢 剛剛入行的時候 你做任何事被批評 我都會很困難 說10年前的事 18歲也未夠 但問題是 今時今日我理解一件事 其實一杯飲品好不好喝呢 或者有幾個 masterpiece 或 balance 你可以說很多東西 去形容它 但那杯飲品好不好喝呢 純粹是為那個人的感覺 你那杯飲品可以是 90%的人很喜歡喝 但有10%不喜歡喝 對那些人來說 這杯飲品都是垃圾 所以既然這件事 這麼主觀的時候 我就不會這麼 pay attention to 別人的 opinion 但是 不代表我們 不能去調整一杯飲品 盡量去 令到大家都適合 你明白我嗎 一般人喝都會覺得OK 這就是我們的取捨 這杯飲品未必是 perfect for某些人 但大部分人都可以 最後問問你 你在這區中環區很大競爭 很多做酒店 我在附近去 都不知去了多少間 怎樣突出自己 還有有沒有需要 像餐廳那樣 三個月要做這次manu 不斷吸引大家上來 正路來說 我們一年會換一次manu 一年會換一次 說就這樣說 做不做就看看情況 例如COVID 其實我們第一個manu 走了一年 但有六個月是行不到的 因為有六個月 我們開十二之六 等於沒有開 是 我覺得轉manu是需要的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不是為了客人 很多人覺得轉manu 是為了客人 吸收多些客人 其實對我來說 我認為轉manu 是一個去推自己本身的 環境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一直都不轉manu 的時候 你不會用腦去思考 你會永遠停留在那個空間 競爭是有 但其實隔壁論社的所有酒吧 都非常合作 大家都很幫助大家 尤其是咖啡酒吧 這麼小的行業 所以我們都盡量幫大家 不如問問你 例如有些年輕人想入行做調酒 你會否有什麼建議 或是千萬不要做的事 或是一定要做的事 或是你有什麼建議 建議 千萬不要做 不要先說創業 創業很辛苦 因為做飲食 其實很多時候自己做完 千萬不要創業 對 千萬不要創業 做飲食業 說了飲食業很辛苦 因為真的太辛苦 因為剛才我們未開始做live的時候 其實LH跑來跑去做很多事 除了不要創業 這些是講笑的 但譬如在為年輕人 如果真的見到剛剛初出茅路的年輕人 你會有什麼建議 如果有興趣進入這行業 你會有什麼推薦 如果你說做調酒 不要說clubbing、sport bar 這些不同行業 只是說咖啡酒吧 如果做調酒 看多些書 很多咖啡酒的市面上 也有很多recipe的書 你應該去看這些書 因為很有幫助 同時我覺得目前咖啡酒的偏向 已經不僅在處理液體內 其實你開始要看一些烤箱 烤箱、餐廳的技術 為什麼呢 要看關於煮食的食物 煮食、美食 例如我們做一個糖水出來 我們都經常會用慢煮的技術去做 當你不明白技術去做的時候 其實你的效果會不太好 要是撞彩這樣做 你必須要明白它的道理 例如現在已經吃了24個月牛肉 至少可能我們有 不知多久的咖啡酒出現 也不奇怪 其實已經有這些東西出現 你論威士忌已經是 已經是很多年了 你會有不同的 有些人會做Asian Groni 你可以用不同的東西去Age 用Clay Pot去Age 會有不同的效果 還有會不會在喝不同的飲品上 都可以幫到手 譬如之前我們喝的上一次的飲品 人愛是人愛的時候 有些咖啡 其實想不需要所有的 除了是美食之外 有些不同的飲品 我們都要多些了解 如果年輕人想入行 其實有一個非常好的提示 什麼都試一下 我有一個很經常的習慣 就是人家夠膽放進碟裡的東西 我都夠膽吃 我什麼都想試 因為你不試 你不會明白味道 這個很好 我和你都一樣 所以我家人叫我好奇寶寶 什麼都好奇 他經常怕我 你不要去某些地方 你拿東西被人抓了 十年間都會 所以你不要碰 好奇心 令你打開很多不同的世界 一個重要的元素 我想是有好奇心 和你保持著人比較積極 很多東西都應該要去接觸 即使你以為不是你本行 但你接觸一下 你發覺對你創不創業也好 或是你做任何行業也有幫助 感謝LH 在轉身面前再叫我們試試 拜拜